2022如果蔣萬安輸了 因為你三腳都 你說不可能合 那如果他輸了 國民黨會怎樣 我覺得國民黨 我們不要講到說亡黨 這種誇張 可是國民黨會非常非常慘 為什麼會這樣說 蔣萬安在過去這幾年的軌跡 國民黨是把他當成是一個超級明星 未來接班的重要人物在栽培 他受到了呵護 保護 跟大家對他的期待 我們國民黨的也很多朋友 其實他是非常期待的 那現在其實是對國民黨非常有優勢的時刻 為什麼我這樣說 他在台北沒有執政的包袱 他是柯文哲在執政 可是現在的民調講話 一枝獨秀 不管任何政黨 你有沒有合 我就是最強 這種狀況如果國民黨還玩到輸 那我覺得那個反撲的力道 最後就更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未來反對民進黨的民意 會都在民眾黨這裡 柯文哲跟蔡壁如這些人 現在想的就是這個 所以我還是要回來 我們不要都站在我們的角度 想要在民眾黨的角度 民眾黨為什麼最近開始 也開始在回應丹白河這件事 他在2020年取得立委席制之後 以蔡壁如為首的這個領導中心 是鞏固的 可是他在什麼時候領導中心 開始轉為小蘭 被人家講小蘭的謝利公這些人 他是在高雄市長補選一役 蔡壁如操盤失敗 然後拿得非常差 所以後來改成是謝利公這些人 過去國民黨 是被講小蘭這些人 進到他們的黨務 那開始又有一些人 開始跟國民黨有眉來眼去 合作啊 那主體性是誰的這種可能性 那現在你看蔡壁如強勢回歸 雖然沒有揭秘書長 可是他現在代表民眾黨發言 也沒有人敢講什麼 這就是很清楚了嘛 我民眾黨是獨立的 最後我要提醒 民眾黨跟當年清民黨不一樣 清民黨是從國民黨分出去的 柯文哲的民眾黨 跟國民黨的淵源幾乎是零 所以他這樣的狀況底下 他到時候他們選書 就不能再講說 是國民黨分裂書的 1994年 你可以講說是趙少康 是國民黨分裂書 這一次你選書 那就代表你國民黨的基本盤 越來越小 不能再怪別人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這一役 對國民黨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蔣萬安是有能力的人嗎 蔣萬安就是說 他過去沒有收到完整的檢驗 那我們大家認為說 他以前如果客觀來講 會認為說他比較可以 爭取到中間的選民 那可是以這幾次的民調發現 他在我剛才一直講 20到40這個族群 他並沒有顯著比較強 所以我目前看起來是 傳統的藍營的人 對他寄予厚望 那傳統的藍營的人 現在看起來是願意把他當成 是一個重點支持的對象 但是我要講他還沒被檢視 就是他目前面對所有的攻防 他在學有點寫盧秀燕 就是都謝謝啊 不回應 但是這在選舉的中後期 是不可行的 最後一個是 蔣萬安他慢慢的過去 這一段時間浮現出來一個特質是 他還是比較自私的人 這個有沒有辦法 自私啊 對為什麼要這樣講 你有沒有辦法帶動整個團隊 我們今年一月份的罷免臨場所案 在蔣萬安一個要問頂台北市長的人 他怎麼樣都應該有一點角色 這是對於黨來講是大事 這個事情完全不碰 所以這顯示出他比較顧自己 黨的事情是你黨的事情 我蔣萬安是我 我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未來 就是說一些藍營的人 怎麼看待他 你有沒有要帶這個黨往前走 我們這些議員大家要生存 要往前進 也是你這個未來的領頭羊要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是 觀察他到底是一個 怎麼樣的重要指標 那民進黨在台北市 這2022可以拿幾% 我認為一定40%以上 但是能夠到40幾 或有沒有可能接近五成 就是要看各個 看人選是不是 看人選 那你覺得最好的人選是誰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其實在討論的幾位都很優秀 而且我認為都會贏 都會贏 都會贏 對啊 都有機會贏 對 現在台面上討論非常多位 你說從陳時中 有人講陳建仁 有人講林家龍 有人講鄭麗君 這哪一個擺出來 比起對手我們比較遜色 學經歷 然後過去的歷練 然後我認為他能夠帶領 就是整個黨 然後在這個首都贏下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急 就是反正黨的黨的機制 目前就已經北市就是真招 蔡英文總統決定 那他一定會各種選出一個最適合的人選 這個郝龍斌 我必要講他的在政治這一塊 他是小學程度 他當初他的爸爸就是郝伯春 郝伯春這輩子跟誰鬥的最厲害 李登輝 本來是肝膽相照變成肝膽劇烈 他這輩子打的都是順手牌 他2006年去選台北市長 因為那時候馬英九2008年高票連任 他夾的魚印 而且2006年不要忘記阿扁 那個時候倒扁運動 他打了幾票 他拿到69萬票 但是那個時候民進黨是誰 謝長廷52萬票 那是民進黨最差的時候 所以民進黨那個時候 得票率都是多少 41% 就剛剛世間議員講 就民進黨最差的時候 那時候謝長廷41% 他連任2010年連任 郝龍斌得到了79萬票 民進黨是蘇丹昌62萬票 也只贏了17萬票 沒有進步 所以你就說 郝龍斌這個人判斷能力 真的是有問題 但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他現在跟馬英九是聯手 馬英九跟柯文哲的 那個介面的照片 是馬半發的 那我必須要講 現在馬英九跟郝龍斌 在玩一個什麼東西 叫寧靜革命 針對誰 針對朱立倫 今天如果 他們真的把黃珊珊勸退了 這個光榮是在神身上 郝龍斌嘛 因為他現在要逼朱立倫表態 朱立倫沒有表態 到最後如果沒有換成 黃珊珊出來了 撒卡都 結果 蔣萬安落選了 責任在神身上 在朱立倫身上 所以對他們來講 是五本生意 一方面如果我勸退了 光榮是我的 朱立倫你完全沒功勞 是我跟馬英九兩個人奔波 然後去斡旋 把黃珊給勸退 這是大過一箭 讓蔣萬安當選市長 但是如果沒勸退 責任 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到時候 如果蔣萬安沒當選 朱立倫要下台 誰選黨主席 郝龍斌 想得不得了 掌握掌機器 所以這個是一個寧靜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朱立倫現在晚上睡不著 因為他不曉得 要怎麼來表態 我覺得以前民進黨 覺得柯文哲很激怨 就是發現 你怎麼回來咬我 然後想要跟他切 又不好切 現在我覺得那個感覺 好像變成藍的 你有感覺嗎 繼續卸的可換 本來是民進黨的問題 我常常在說 民進黨的支持者 人家認機器 沒有人人 你只要機器抓起來的時候 我認同沒有人人 所以你說民眾黨要開發的時候 他要求 他敢求 什麼 但是你懶得的時候 我們說 坦白 現在自己還沒穿錢的時候 人家流失了就行了 所以我剛才說 你不可以我來 顧不好 接下來說 要去看瓦瓦的 結果瓦瓦的帖子 瓦瓦的又流失掉 人家都要把你挖牆腳 你自己真的要自立自強 這樣搞會不會搞到 最大在野黨以後是民眾黨 我覺得不可能 不可能